緣 天意不見為緣 地以不逆為緣 人以心腹為緣 人 要順應天意 定要逆天改命 緣緣學會 為你解開原機 這一集跟大家聊聊 關於近期在香港出現的一宗事故 一個69歲的老翁倒閉在家中變成白骨 話說昨天在沙田水泉澳 一個姓李的老翁運到一個單位 消防員破門入屋 在這個情況下發現他倒閉在廳 屍首已經變成白骨 這個情況大家一定要明白 一個人離世後 徹底喪失了身體的控制權 失去了控制的肌肉會在一段 死去初段時間變得鬆弛 而且也包括活躍肌 一至三個小時之後 屍體就開始出現一個硬化 好 我們去西藏走一走 一邊走一邊看看整件事是怎樣 這個情況下 僵硬就會在臉、下巴和頸部的肌肉開始蔓延 最後就到達四肢 具體表現來說 就是關節固定 即是不可以開口 不可以 四肢、頸部 已經全部被控制了 不能動 除了肌肉之外 體溫都會出現變化 當心臟的跳動和新陳代謝停止之後 就會失去了內部的溫度調節能力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屍體的溫度就取決於周圍環境的溫度 即是如果你身邊的溫度 很熱的話 它會再急速腐化 如果它冷一點 就會相對好一點 現在就 不冷不熱的情況下 在這個情況下 就會出現一個慢慢的屍冷 屍體變冷 這個減溫的情況 會維持18至20小時 體溫就視乎身邊的室內溫度 當然身體的外觀 看到的變化是有限度的 因為當驗氧氣的迷移生物大量繁殖 這個免疫系統失效 加上體內缺氧的情況下 就變成一個很理想的細菌繁殖環境 就會開始新一輪的大洗牌 通常這個情況來說 首先在腸裡 腸是最多菌的 就會不停做大量的菌出來 去分解身體 這個情況下 會變成很多不同的氣體 所以肚子會慢慢漲 而且這個氣體 會使身體的內部壓力 例如皮膚會出現一些破裂 甚至有些液體會慢慢流出 令到眼球或者身體的皮膚上 出現一些爆裂的中跡 而且液體會慢慢變色 這個情況下 屍體內的瘤化氫 一個化學名 就跟血紅蛋白發生化學作用 而且會令到屍體的顏色慢慢變深 甚至乎大家如果有見過鏈房的屍體 就慢慢開始變自黑色 但是如果不在鏈房 在一個家裡的情況 就要小心 因為還有一些蟲 例如我們稱為追蟲 或者附近有烏鷹 就會產生更多的變化 所以接下來的時間推演之下 皮和肉會慢慢腐化 在這個情況下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一個朋友住另一個屋邨 他就曾經在廚房裡聞到一個很濃烈的臭味 維持了三天 終於他受不了 就打電話去樓下管理處 就找人上來看 消防員聽到這個聲音之後 就非常之機警 就馬上去拿大量的香燒一燒 然後瘋狂拍門 拍完毛眼影就破門入屋 就發現有一個死去的屍體 其實人死了之後 離不開都是去六道輪迴 或者是見回他所屬的宗教的一個關卡 但是未入六道輪迴之前 就有個憑死經驗 憑死經驗就是快死 或者是即將斷你之前又會看到什麼 我們不妨要在這裡看看 當這個人在呼吸停了 心臟停了之後 就會進入一個狀態 曾經有個教授 在1975年寫過一本書 叫《死後的世界》 他發現根據幾十年的研究成果 人在貧臨死亡的一刻 大概會有十種神奇的體驗 大家看看自己有沒有 第一 聽到醫生宣布自己死亡 第二 靈魂出竅 而見到自己的身體 這就叫做《Out of the body experience》 在外國有很多人說過 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沒有試過 睡覺睡覺 好像靈魂出來了這樣的感覺 我曾經試過一次 不過稍後再說 第三 時間停止 聽到奇怪的聲音 第四 講話就沒有人聽得到 充滿無助感 第五 感覺很平靜很溫暖 也沒有一個痛的感覺 第六 見到過世的親友或者朋友 第七 進入黑洞或者隧道 第八 見到發光的生命體 即是所謂的天使 可以陪伴或者指引自己 第九 經歷一次人生 即是將一輩子人的經歷 就像看電影一樣 逐一聲 很快看一次 第十 碰到有邊界的左甲 例如碰到一堆水 一團毛 一把扇 一道門 很多人被這種體驗 令到他們覺得很神奇 因為他們經歷了超越肉體的奇妙經驗 而科學家也認為 憑死經驗這個現象是存在的 實際上存在的 不是想出來的 但科學上好像還沒有解釋清楚這個現象 其中有一個科學家說過 是耳內失衡 如果在座各位有試過睡覺 有這個好似感覺上 還是民出跳 你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耳朵有沒有覺得很痛 如果耳朵覺得很痛 就是你的腦和耳朵出現了一個誤差 而令到你有這個問題 所以就不用太害怕 世界上也有很多名人 有一個憑死經驗 例如台灣 蔣介石的兒子 另一個兒子 就試過做手術 在胸口開刀 開刀的時候 他經歷了三次的心跳 有一次還要四分鐘 但最後都被醫生搶救回來 醫生就說 如果這個不是上天比對的福氣 真是令人很難解釋 這個兒子後來就說什麼呢 他就說 手術之後我就看到 爸爸坐在我旁邊 因為爸爸已經去世了 他穿他平時的衣服 就告訴他 爸爸太好了 我可以回來你身邊做事 但爸爸就說 兒子你不要說這些 你稍後會回去 那時候爸爸就說 你還有些事未做完 你一定要回去 再過一兩天 即是說 在他昏迷的期間 過了幾天 他說你放心 你一定不會回去 因為我會陪到你 脫離這個難關為止 之後他就醒了 反過來來說 在這個水泉奧間屋裡 大家一定要想想 他附近上上下下的隔離輪舍 可以頂了這麼多天 其實令到屍體變腐化 一定要頒獎給他們 因為是沒有人去投訴 沒有人去懷疑 是否有人走了 這個真是誇張 但另一方面 如果在六道輪迴來說 人走了之後 其實是不是離不開過六道呢 我們就馬上去看看 先去這個畫面 其實六道大家都知道 就是天地人 天界 天神法界 或是人間法界 這個我們叫天地人 還有地獄法界 所以天神、人間、地獄、天地人 還有一個阿修羅 阿修羅 其實就是人和天神之間 大家可以這樣想 但是那個鬥爭心 非常之近 所以其實人道之心 就不應該傾向阿修羅那邊 但是我們看這幅圖 在想什麼呢 就是我們過去七世的父母 會不會還有一個 我們所認識的親人 還在這一界裡面 譬如說最害怕的是 鵝鬼法界 和地獄法界 或者是畜生法界 畜生法界 再細分 胎生、卵生、濕生、化生 即是所謂的魚蝦蟹 或者其他動物 如果進入了這個法界 其實也是一個受苦的 但最害怕的是 就是我們最親的親人 其實還在鵝鬼法界 所以就要想很多不同的方法 去超渡他們 又或者其實 在這個六道輪迴裡面 我們是不是有一些事情需要去做呢 如果需要去做的話 記得去行善 又或者去發一個心願 希望我們所有認識的人 都可以離開不好的 我們叫下惡度 下三度 就是這個畜生界 對,地獄界 還有惡鬼界 那怎樣去做呢 非常簡單 因為接下來就是這個 佛誕即將到的 5月底 5月底的佛誕 我們就會做一個聲運儀式 記得WhatsApp我助手 980-98870 我們當中有一個佛門的縱撥 還有一個簡單可以洗得掉的 刺乎金箔刺乎星運 同一時間 希望在這一天 可以做一系列功德的事 去回向我們的七世父母 七世父母其實不一定是 我們數到第七世的 可以是和我們任何有緣分認識的人 好了,去回西藏那裡 最後一個故事想跟大家說 就是說 剛才那個 在水泉澳的伯伯 和那個 屍體腐化那件事 其實我有 輕輕接觸過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我很記得以前 在我公司的露台 那時候有一隻雀鳥死了 那隻雀鳥死了 大概一晚 我就用膠袋包著它 希望可以親手 幫它找一個好的地方去埋葬它 因為在佛教上來說 你去做一個善行 亦都包括 是為一些 和你完全不認識的人 或者動物 去做一個 埋葬是一種功德 讓它從一個地方 可以重新投胎再來過 話說 去到第二天的時候 我先想起真的要找那個 好的草原或者山坡出來 在這個時候 我再拿起一個膠袋 充滿著一種很濃烈的腥味 那這種味道和什麼有關呢 就是和大家吃雞有關 如果你吃白切雞 或者你在家裡 幫媽媽煮飯 試過煮雞的話 你就會大概明白我說什麼 在雪櫃裡面拿出來 那種很濃烈的肉腥味 自此那次 我就很少再吃雞了 因為就算吃雞翼 或者是炸雞 我都覺得好像有一點點 令我勾起那種的回憶 而這種的回憶 這種的味道 其實等於落了畜生道的味道 希望可以遠離這個殺業 最後一件事 就是這個 憑死經驗 如果各位有一個禪修的功夫 又或者是你本身有一個很強烈的宗教信仰 大多數在這個情況下 只要你念你所相信的宗教上的經文 例如我們要念佛號 又或者是去念一個令人很鎮定很舒服的一個字 或者一個句子 其實所有不好的東西都可以來你而去 即是說 如果你在做夢有這個憑死經驗 你的靈魂可以回到身體裡 不用太害怕 如果你試過這件事 你試過睡睡一覺 好像靈魂出竅一樣 你大概明白我說什麼 就好像一個 隨風而飄的感覺 好 這集我們先試一試 下個星期再見 多謝 拜拜 四面神在東南亞來說 是一個非常有地位的神明 因為每一個人想求任何事 都會向四面神稟告 想跟大家說一說 關於在佐敦裡 其實都有一個地方可以擺四面神 其實究竟四面神是等於哪一四面呢 第一面正面 就是等於事業 如果你想事業順利 就請你在第一面那裡 向他許下一個願望 第二面就是財富或者正財偏財 如果你想財運順利 請你在第二面那裡 誠心在那裡求你想求的事 那你的正財還財偏財都會順利 第三面就是恩怨桃花 如果你在第三面誠心上香的話 四面神就會安排一個好的祭願 來一個好的桃花 讓你可以有一個圓滿的恩怨 第四面就是健康或者人丁 如果你自己有些不舒服 或者你家裡也不舒服 甚至你想為你家人去許下一個心願 或者待他們上香 都可以在第四面這裡誠心上香 四面神本身坐落於佐敦 但在當時這個情況因為太重拙 我們就未有一個好的佛塔去供奉四面神 經過我們計劃和長途拔蝕 在泰國請朋友來幫忙之後 得出現在這個面貌 現在這個面貌其實是合乎四面神本身的特質 即是他掌管人間的榮華富貴 既然覺得上榮華富貴 所以佛塔必然要是金光閃閃 或者是金碧輝煌 所以大家會看到在香港或者世界各地 尤其是在東南亞在泰國 四面神的佛塔或者坐落的位置 必然是金光閃閃 其實是象徵著他所掌管的陳世間榮華富貴 如果大家有這方面的追及 記得誠心去求拜四面神 佛登來說其實是源於古代佛登不滅 什麼叫佛登不滅呢 就是等於佛像或者佛壇或者神台的光輪是永久不滅 象徵著佛祖或者其他神明對於我們的眷固 是永不熄滅的意思 在現代來說因為基於安全理由 就通通改為電燈了 所以佛登等於一個佛教徒或者一個信使 他所求的信息藉著這盞燈可以品嘗上天 去言諒我們心中的一個自聖燈 令到我們的路途 我們的運勢 我們人生的道路可以走得更加順利